如何看待网红许大宝 自报被家暴 好家伙 这几天呢 烧烧一个视频 说这个百万粉丝 网红许大宝 发视频自报 自己被老公家暴 结婚一年揍了四次 看图片确实 打来挺严重的 并表示自己知道的死亡危险 这男方呢 一直拖延离婚 自己很难坚持到诉讼离婚的那一天 而老公甲狗就表示 我老婆在炒作呢 我刚刚中也挺心酸的 现在啥事都得靠媒体曝光解决了吗 这目的 是啥呢 不过这事呢 确实是处于家暴 警方呢 也向男方出去要家暴训练书 那有的就问呢 离婚就这么难吗 当然离婚呢 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他们协议离婚 双方协上财产分割 当然这种呢 是需要适用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这一个月会发生啥 确实也不好说 另一个就是起诉离婚 向法官去证明 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你看 男方一年家暴了我四次了 我们真的是没法在一起了 当然这种能不能分呢 具体还要看法官的自由新政 由他来进行综合判断 我突然明白了 将这个事曝光到大 有可能会成为法官判断 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标准 你看 都已经在我身上针尖对卖毛了 这一估计 很难再在一起了 当然家暴这属一个婚姻过错 如果属实的话 女方可以主张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最后呢 我再强调一下 家暴只有零次和一百次的虚拟 你们知道怎么做了吗 谢谢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抗